阿彌陈銘 其實我是昨天晚上12點才報名的 可是我不知道我是第一位 我叫Kady林阿 我是報本名 我本名叫林正芬的 我從台中上來 那我現在在做的是Motion Graphics 他是 就是他直接放中文可以說是動態的平面設計 他也可以說是動態圖像 就是把動畫跟平面設計去做結合 然後AE是就是做這樣動畫常用軟體這樣 那有趣的動畫是我比較擅長的部分 那其實今天本來想要就放影片 可是昨天已經很晚了 就想說不要再麻煩主觀單位了 那等一下有機會的話 希望可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的作品 不要緊張 他高分給大家給他一點點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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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謝謝就是說結束還是怎樣 還是說只是謝謝 我把它用完好了 就是 對啊現在大家鼓勵 那 對啊 對 等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作品 或者是等一下可以請 我們中場的時候放你的作品 對啊對啊 好謝謝謝謝 因為昨天真的太趕了 沒關係 其實我是好幾天前就想要 就想要忘記了 然後昨天才突然想到 然後就趕快 沒有很多人今天才跟我講 你放心 好 那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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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還有 沒有啦 Jacky Jam 國際明星耶 Jacky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也是昨天晚上報名 還前面 然後我是俊良邀請我來的 今天他也帶我認識一些朋友 我講一下 因為我一開始接受到說要寫關鍵字的時候 我就非常納悶 我到底要寫什麼三個關鍵字 我以為三個關鍵字代表 就是只能各一個字 我想好久 怎麼要用一個字代表寫三個關鍵字 所以後來我想想應該不是這麼一本事 所以我就寫這三個 就是我現在在做的事情跟著我的自我介紹 那為什麼叫傑琪呢 邪音其實叫自我介紹 因為我叫Jacky 那也有另外一個學音叫做傳奇 那就是我另外一個自己編曲曲的外號 那因為一直從我就學 我念光光的 就學一直到我後來工作 我現在是自己創業 那我做網頁設計和APP設計這邊 大概做了八年 對到現在創業 那我想跟大家再更分享的就是 就是我現在做了一個叫尋找音樂人的一個平台 它是針對音樂人來做一個104的一個方式 因為音樂人呢在台灣的發展 的質疑發展上面是沒有很好的機會做演出的 那在尋找人來說 其實他也沒有很多機會可以找到更優秀的一些音樂人 所以我成立了這樣的一個尋找音樂人的平台 希望能夠幫助就是未來在台灣的音樂的歷史上面 能夠有很棒的一個平台發揮 對更可以就是在台灣音樂藝術的核心 我們能夠一直保存著 那台灣會一直這樣在音樂上面有很好的發展 那像剛剛很感動 就是那個維庭 我覺得他非常棒 對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到我們的平台看看 好謝謝 大家好 我目前是在那個內湖一家電子工資當軟體工程師 那就是默默的就從畢業到現在大概六年半 那我剛開始進去的時候就是 因為我就喜歡寫軟體嘛 那我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哇還蠻棒的 因為就是公司付我錢 然後就是還可以讓我這樣學東西 然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那就慢慢的就 張默默就做六年多 那後來也是從一個軟體工程師慢慢變成長機關 那一開始的時候就是會覺得說 嗯 一開始剛畢業也會覺得說 哇就是 嗯 就是 因為才剛畢業 然後覺得什麼都不會 然後他也可以讓你就是在那邊 然後 就是隨便去算資訊 因為軟體工程師其實 也有點像是在做創作的那種感覺 那 那 現在 現在應該還 現在沒有啊 那就是 一開始會覺得說 欸還蠻特別 因為 剛畢業什麼都不懂 然後就可以讓你在那邊寫自己 就是 一致的想法去創作 那 覺得還蠻神奇的 那現在就慢慢壓力越來越大 因為 開始要跟 跟新的工程師溝通啊 然後 就覺得說 欸這個東西 就是 就是上面可能會給你壓力 然後 下面的工程師也會 就是 有些問題他不會 他也會來 就是 找我那種 那 我慢慢就會有一些 就是慢慢壓力就越來越大 那 我現在還是 但是當然他還是很感謝公司啊 那 只是現在就會 早上起來就想說 啊 又是 又要去工作啊 然後就有點 有點累這樣 那 來這邊是說 欸 平常就是 面對的都是 其他工程師 那 有一個平台 可以跟 不同的 不同的 我也要給你壓力 交流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後面有那個 可夢的康福茶 大家可以 大家好 我是第一次來到焦點 然後我剛剛是突然 坐在那邊的時候 然後就 偷看一下那個 的 Apple的螢幕 然後才看到 原來下一個就是我 害我很緊張 然後我現在是 就是大事 然後即將要畢業的 同學 然後 因為我上學期我 我去交換的學生 然後會想 意想天開 是因為我原本第一次元 我是想到巴西去交換 可是 就我家人不允許 我到巴西去交換 所以我就選擇 去上海交換 但是我還是一直對 就是巴西 我非常 就是 熱切的夢想 因為我覺得 我就會想 選擇去巴西交換 是因為 原本想要社學區去 然後這樣子我就可以 順便看到 就二點一四年的 世界杯足球賽 對 然後說走就走 這個特點 其實是我有點想不出來 才亂寫的 就是因為 我在上海的時候 就是 因為我課十月底 就結束了 然後所以我就 自己一個人 從上海一直 玩了一個月 就是到 到西安 到重慶 然後去了九代溝 再從 成都回上海這樣 所以我其實還蠻喜歡 自己一個人出去玩的 然後那應該是 錯綜負擋 就我覺得 因為我是念會計的 可是我的個性就是 非常的不喜歡 很不彈性的東西 所以其實有時候 也會有很矛盾的心情這樣 對 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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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是 就是業務性質相關的工作 然後我本身 個性還蠻樂觀的 那我覺得是 在我媽媽的耳濡目染之下 所以我是 一個人很樂觀的人 因為我媽媽 比我還要樂觀很多 因為像 其實我媽媽就是 最近就是 得了癌症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是從事 保險業相關的 然後我就跟我媽媽說 就是你可以安心的住院 就是保險 可以賠不少 然後媽媽就跟我說 那可以去歐洲嗎 我說可以啊 你多說幾天就可以 然後我媽媽還會 就是跟朋友 就很多病人 會來探望他 然後我媽媽就會說 我們應該還組一個人 就是什麼 抗癌聯誼會啊 什麼什麼的 對 所以我媽媽是個很樂觀的人 所以也影響不到我 然後像剛剛 像剛剛主持人提到說 去香港 我上個月也有去香港 然後那個時候 我有去迪士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華特迪士尼的故事 就是他在生前的時候 一直想要打造一個夢想 夢幻的樂園 後來他在他 他是後來因為心肌冷栽 然後離開 到他死的時候 這個樂園還沒有蓋好 然後等到他是死後五年之後 這個樂園才蓋好 那時候就有記者去訪問他太太 說他在生前還沒有看到自己的 那個迪士尼樂園成立 會不會覺得很遺憾 然後太太就說 不會啊 他在生前就相信 你這個迪士尼樂園會蓋好 所以他在生前就已經看到 這個樂園的落成 所以我就覺得 相信其實是 是會帶來力量的 就是相信就會看見 那當看見的時候就會實現 然後 時間到好緊張喔 然後因為其實我以前 個性就是不是那麼的外向 也不是那麼的好笑 就是因為我 我做了很多的改變 所以我到現在就是 我同學都覺得我跟以前是兩個人 對齁 很緊張喔 不是有來的嗎 這是怎樣抄的嗎 欸 好 郁達 Miles 你是從台中來的 請熱戀同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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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Miles 剛剛有台中來的朋友嗎 回台中可以繼續聯絡 那個我是從台中上來 今天主要是帶一個 朋友 Jems 他有一個很不錯的木子計畫 然後希望他能夠 東西可以給更多人知道 對 然後漫畫其實是我 是我出來 就是現在自己做事情的 的一個職志 我寫的是漫畫劇本 對那 預計在今年當中 也會有一個計畫 那 接下來可以 可能會再跟 可能會有機會再跟大家做分享 然後 我從台中上來 然後現在進出在好辦出創空間 有些人可能會知道 他是一個台中在地 跟社會企業 然後很多連結的一個空間 他是一個空間 然後 就是有很多活動 比如說 哲學星期五在那邊辦 對 那 有空來台中 他跟火車站很近用走就到了 那 有機會來台中的話 就是 可以大家聯絡一下 最後一個是活動與社團 那 這個部分其實 我想要藉由這個地方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我花了非常多時間 除了工作以外 我可能在參加社團 那 30歲以前 有一個社會性的社團 只是大家可以去體驗看看 他叫福德青年服務團 那我在裡面就是從 從 從 一個只想參與去聽聽講做到 就是 可能接任幹部 那他 其實跟社會 尤其是他跟一些社會有 就是有成的前輩 他可以提供資源 然後給你一些方向 在台北 我們 上 上個週末 剛完成了 福星30週年的一個活動 對 那如果對這個社團有任何的 興趣的話 等一下 交流時間可以再 跟大家 現在沒時間了 OK 謝謝 我們後面有一票福星團 福星團 福星團去什麼 我們船底沒有福星團 好 好 快點 還對他 大家好 剛剛那個阿楓已經幫我 介紹一下自己 當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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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一下 因為我希望大家叫我本名 但是 有點難記 我知道 所以大家都會 看到我的時候 認識我都會說 我是世界環球隊的隊長 然後 就叫我隊長 對 那這三個字呢 是我 臨時想到的 那個 喜歡漫畫的 應該會聯想到 還追望 沒錯 還追望 對 那我覺得其實這三個字呢 就可以代表一個人的一生 對 那對我來說 可能對很多人來說都一樣 小時候會懷抱一個夢想 小時候長大要做些什麼 但是 越來越大之後發現現實不能這樣 所以 就會在圖中認識很多人 認識很多人 然後改變自己想法之後 嗯 會找到別的目標 對 那開始別的目標之後 就會發現 生活要錢 才能回下去 那就會開始賺錢 尋寶 尋寶之後 欸 某一天發現自己有能力 有錢了 就會回想到小時候那個夢想 對 那我希望 我現在的階段是在夥伴這裡 對 我現在進駐在卡斯達 所以我是在卡斯達 西門那邊 擔任店長 對 那我希望在這個環境下 認識很多的人 然後 嗯 最好是油保當然我找到 對 那 之後 再回去 回到我夢想這邊 但我夢想當然是 籃球 打籃球 我希望 就算我當不了國手 打不到NBA 也可以發掘 一個小孩 或者是有個球隊 那我去推他們 贊助他們 然後幫我達成我的夢想 對 謝謝 突然有點嚇到 因為跳晃 我是那個阿川找來的 我是他父親團的朋友 然後呢 我自己現在本身 因為 欸我先自我介紹 我叫張志祥 然後 朋友都叫我土豆就好 就比較好記 比較local一點 我自己是台南人 那 我自己做的是水果的貿易 那 我 從小在 有點像是農夫 就是我阿公他們是在 獄井那邊種芒果 那 我就想說 我就覺得農夫非常的辛苦 想要幫他們 多找一些同路 然後 把 台灣真的好的水果 削到國外 那現在我們 其實主要的目標 市場就是把 芒果削到日本 就今年我們大概六七月的時候 就會開始 那其實我很挑 然後我本身是青大化的系畢業 那 那時候 大學就 接觸一些網路創業 就是一開始就 跟一些朋友 互相交流 然後 欸 差不多就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結束了那個忽然 被砍掉了 欸 大家好 我也是阿專戴爾的 那我跟剛剛的土豆是 怕的關係 對 我們是一起青年創業 那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就劉哲宇嘛 其實我不知道他會弄土欸 就是 沒關係 然後我也不知道這三個關鍵字是什麼 所以我這個三個關鍵字下的其實是 跟我們公司相關的關鍵字 對啊 那 然後今天這樣子的話 我就先從頭開始講 就是我大概也是從大 大三開始 開始接觸網路創業這一塊 那 網路創業這一塊 這個圈子混熟 其實覺得差不多 但是 畢業出來之後 就反而 不是很想做我們創業這一塊 所以我們開始做的是貿易公司 對 那 我是成大 畢業 畢業之後 先到 大陸 去當了三個月的牌飯 最後因為喝酒 喝太兇 喝醉 酒醉 感覺 沒有沒有就是 酒醉 沒錯酒醉 就是可能一天要吐個三次之類 就是怕這樣子肝會受不了 所以我就回台灣了 因為實在沒辦法抵擋過大陸人的肝 然後 回台灣之後 回台灣之後 就 跟著朋友一起創業這樣子 那我們創的項目是 我們這叫果然台灣 那 目前做的項目就是水果的貿易 我們之前過年有做三節禮盒 對 那 接下來要做蠻果出口到日本 對啊 也許未來還會有其他品像吧 好 謝謝老師 這樣 謝謝各位 大家好 我叫舒平 我這邊寫上膽量是因為我覺得 來參加這個活動還有在大家面前介紹自己 真的是太需要勇氣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一直很不擅長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來練習 那第二個諮商這個部分呢 是我曾經在一家類心理工作機構服務一段時間 那為什麼會說它是類心理服務機構 就是它是用一種非常特別的方法來協助我們的心理上面的一些困境 那這個方法它沒有被歸類在正式的所謂的台灣的心理師的諮詢方法之一 但是它卻非常的可以一增見血 那我最後一個放上銷售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在這個時代不管是任何一個人你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銷售 不管是銷售你自己或是銷售你自己的產品 那為什麼我會把銷售放在諮商後面呢 因為我覺得我希望我的銷售工作能跟我的商工作一樣能夠做到一增見學 然後可以就是把大家的需求把它引導出來 然後真的為大家解決它的需要 謝謝 他沒來嗎 嗨 大家好 我是易安 我現在在就讀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碩士班研究所 然後這是我演戲的時候的一張劇照 演的是牧羊少年人奇幻之旅 如果有人看過這本小說的話應該會很熟悉這個故事 然後呢 其實我本來沒有想要來這次的焦點 但是因為 哈哈哈哈 我現在要講 我現在要講 人生就是 人生無數的被沖康 有些被老天爺沖康 這次我本來要幫我一個朋友做一個 做一場戲 然後我當他的製作人 他要當導演 然後他要在一歲節的時候幫忙呈現 就是一群社會演員 社會人士組成的平民劇團 這樣子 然後他在這個禮拜一的時候 突然傳了一封簡訊說 易安不好意思 我爺爺這一任子剛好中風 所以我要在醫院裡面照顧他 所以我沒辦法導戲了 你自己加油 哈哈哈 然後我就天打雷劈這樣 然後我想說 靠這怎麼會回事 突然我當一個製作人 然後現在又要兼導演這樣 因為大家都已經報名了 然後我 然後現在有八個演員 八個演員在那邊等我 這個禮拜天要去排戲 然後我就整個很緊張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禮拜又在瘋狂的在找尋 就是有沒有 有沒有場地可以借我們 借我們做排戲這件事情 也是處理的 然後還好交了很多朋友 透過焦點 透過許多人這樣間接間接的認識 終於找到一個人家的地下室的 就是能夠借我們當做排練場這樣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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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另外一個朋友介紹的 然後對 然後第一次 我本來以前都是在 都是在舞台上面當演員 然後第一次我必須在 幕後當一個製作人 兼導演這樣子 然後 我來交點 就是來報名這個交點 本來就是昨天晚上我想說 糟糕我找不到場地了 找不到場地了 晚上那個同學就回了那個訊息 跟我講說 我場地借你啦 然後我就耶 可是我幫我交點了 那我還是過來講一下這件事情 所以就 成績想要繳一下我那個導演 然後 對了 還有15秒 呃 有人想演戲的話也可以來找我 就是 我可以 我 我們要導戲了 那我們還有名額 那如果有人想演戲的話 我們就在 我們就在接受 就在接一個人這樣 大家就 大家攤一攤那個場地費 然後就可以一起上台演戲 謝謝各位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金玉 可以叫我Tim 然後我是第一次來這裡 那我現在是在股東產業的後勤工作 是 就是如果你們可能有委託案啊 要 要房子或土地要賣的話 我們就要去做後面的查證 看有沒有問題之類的 就是 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現在做的工作 因為有很多人 我每次說 我在這個行業工作的時候 他們就說 很辛苦吧 然後就說 你六個事物都要上班 但其實不是 我們是就是 跟公家機關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要去調公家機關的資料 來做查證 然後 然後 然後講到 日有的話就是 因為我是為了工作 所以是自己搬出來住 然後就是會 呃 會就是可能可以得到一些 自己的時間 跟自己的空間 可是也會失去就是 可能跟家人相處的時間 所以就是 很 我覺得在這方面 就是會需要自己去調適的 然後接下來是講到 我就是 我平常休閒的時候 就很喜歡去看電影 但像我最近就是看了 《法旅行紅包》 就跟大家推薦 因為我覺得 《梅里史翠伯》跟《杜莉阿倫》 這一點實在太棒 大家一定要去看 然後 然後 你有興趣演戲嗎 演戲喔 可能等一下 看看我到底有沒有天笨吧 他有興趣而已 如果有興趣的話 真的 可以去看看 好 就是大概跟大家介紹一下 謝謝大家 阿修 阿修蠻酷的 第二次來焦點 然後就離子 三個禮拜前 三個禮拜前 就是玩是一個 互動科技公司的一個小上班族 然後 我還記得那一天的晚上 我被我學長叫去幫忙拍求婚 然後我跟我朋友一起去拍的 我學長是一個MV導演 他之前拍光亮一些MV 他現在有個小工作室 那我們在那邊幫他拍完了之後 我同學後來跟我說 欸這時候 你想不想有一間自己的小工作室 然後我說想啊 就是你們那整個環境的氛圍都非常的棒 然後他問我說 你要不要離子 我們出來做吧 我就說好 欸沒有沒有沒有 對 那 因為我們原本 我們是在輔大 就是念跟電影相關的科系 那我們就出來 我們原本就有在幫 可能像自由發揮 或者是像相信音樂之類的做一些影片 我們平常上班最大的興趣就是減職 那 我回去之後 就是想了一下 就想說啊我在台北 其實說真的要活 我只能活兩個月 然後我同學會跟我說 兩個月沒有關係 大不了你再回去上班嘛 所以 大家好我是阿修 我現在是一個自由影像工作者 我跟我朋友 就兩個人出來開一個影像工作室 那會來到焦點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知道在這邊有很多 就是在某個人生的一個階段 莫名其妙就離職了 然後往自己的路去邁進 我覺得在這邊可以找到很多志通道合的朋友 加上這邊有各行各業 那相信之後 如果大家有各種影片類的疑難雜症 等一下在自由時間的時候 都可以來互相來討論一下 我剛剛有看到很多像是 畫漫畫的啊 做平面的啊 或者是什麼的 其實現在任何的東西 都跟影像都有點相關 那我們可以快樂的在這邊 尋找一些好的一些夥伴 一些合作的一些機會 或者是 其實不要那麼功力 就是搭過來就是稍微認識啊 像我上一次來的時候 我就認識了幾個不錯的朋友 那我們彼此之間也 常常會互相的交流 焦點真的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 它可以在你生命中 開啟了一些轉彎 跟不同的一些道路 那我是阿修 很高興認識大家 謝謝 現在是我 我有點害羞 大家好 我叫陳玉綠 為什麼會有中文名字啊 我很好奇 不是你直接從Facebook抓的嗎 我Facebook上也有多久 有英文名字 大家可以叫我Hank 然後那我會來交點的原因 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就是今年新年新希望 然後呢我想出來 做一點不一樣的事情 這時候呢 我有朋友就跟我說 那你就去交點 你什麼時候不用做 你只要認識阿峰就好 所以等一下請讓我認識一下 然後第二個原因是 然後結果我一月份來了 阿峰不在嘛 所以我就原來第二次 然後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就是我跟李依依是朋友 然後呢 可是呢李依依又是大家的朋友 所以呢她就很忙 然後忙到呢 我跟她快要變成網友的關係 所以 我就想說 趕快來就可以見到她一下 謝謝 這是我來的原因 然後這裡三個關鍵字 分別是 東京為明珠樓影響走天 一定沒有人知道這三個在幹嘛 反正呢第一個呢就是 我之前去日本交換一年半 在那一年半時間內呢 我就拍了大量的照片 我覺得要到2016年才能夠整理完 然後呢 這麼久 所以 我現在就是有一個Facebook粉絲團 我在整理這些照片 然後叫東京為明 再來珠樓影響的時候 我在寫文章 我就 我現在在嘉義當替代義 我每次做的工作就是跟老師舉功 好愛叫老師不好意思 你沒可能來幫忙上個課 真的真的拜託這種事情 然後在平常沒事就開始寫寫文章 然後寫一些關於嘉義的事情 然後音響部分的寫一些關於歌曲的東西 那我個人的信仰就是我覺得 文學這種東西其實從來不是什麼太遙遠的東西 就像必非語說的 就是文學之心 音樂之心 藝術之心 本來就存在每個人的心裡面 只是可能成長的過程中 你爸爸媽媽太笨 把他給丟掉了 所以 我希望可以幫大家找回這個 不小心被丟掉的東西 然後最後就是 走走聽聽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耶 就是反正我希望這邊可以認識很多人 認識大家 然後我希望呢 我下一次再來交點的時候 是藍賴書給大家 謝謝大家 好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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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高雄就一路跟過來了 對大家 呃 對 看來是我第三個關鍵是亂舔的 因為我才想不到 然後前面兩回 欸 我要特別解釋一下 這跟某 剛剛前面就是有KID他關鍵重複 不是因為我吵他 是因為他吵我 我先舔的 對 然後 我們倆是朋友啦 我同樣講一下 其實我在做的應該很像 就是我們也是做Motion Graphic 然後我使用軟體也是A A就是一個特效型軟體 那Motion Graphic他剛剛沒有講清楚 我就幫他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 我現在在一間 就是像這個廣告作為公司做 那我們之前有做過一些影片 像是比如說像TED台北的翻轉 或是 那有在捷運上播那個什麼 呃 環境保護協會 就是一些 荒野保護協會的宣傳影片 或是最近有些 就是小短片 像是原載的什麼影片之類 就是 我們工程接滿多的類型 那其實 一方面自己是從 其實 這軟體是我自己自學 就是實際上我們需要沒有教這東西 那我自己是從大學就 就一直對這東西很有興趣 然後 Motion Graphic是一個 其實他用伴奏就是 會動的影像圖片 其實我們做工作很簡單 就是你將一個 沒有任何生命的照片 或是一些平面的圖像 插畫什麼 將它轉為成一個 會動的動畫影像 用它來 因為說真的 其實在這個時代 就是很多東西是 呃 就是如果你單純用平面去講話 其實沒有一個特別的力道 但是如果你是 將一個平面 然後用說過這方式 呈現出來的話 很多東西是會變得更有聲明 更吸引的 而且我覺得在這個 台環業是真的很少人做這一塊 所以 我們公司現在 當然也希望他可以繼續做 然後 我只是小小員工 呵呵呵 所以也不要不要 我也沒有名片發展大家 但是還是很 可以跟大家交一下 就剛才有看到 欸 蠻多有工作的事 或是接了什麼 欸 欸 多有指教 對對 就是 我覺得蠻有意思啊 做影片其實我覺得 它可以是一個興趣 也可以是一個職業 那興趣的是我覺得 其實說真的 你不一定要做很多 很厲害的東西 可是你可以 說 先你想說的故事 或是 傳遞 先想傳遞 像 剛剛阿楓開始影片 就是很多事情 但是你不希望講每一個影片 就可以直接給大家 喔 我知道我時間到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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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甩甩快一點好不好 是不是快一點 沒有 好 快啦 好 大家好 我叫 我叫王力 然後叫我力 你可以 然後想說剛剛有很多人 那個時間都不夠 然後我今天看到這麼多人 就想說 留一點時間給大家 然後我三個關鍵字就是 我剛剛一直想我想不想 反正堅持轉變再加速 就是因為我現在的人生階段 就是這樣 然後可能進入到一個轉變的階段吧 然後我今年 我剛從那個大陸回來 所以剛剛有人說去什麼西安啊 什麼我今年也才剛去完 就是覺得那邊挺好的 對 然後有很多人生不一樣的新階段 然後反正最後留一點時間給大家這樣 然後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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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蔣佩君 這個是焦點的志工 然後我是輔大影傳的 然後這個 這個 關鍵字寫了有點久了 我有點忘記了 然後 我就想說 就是 我最近就是 好像有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所以如果說 就是有人 對那個什麼 就是保護學生權益 什麼 有什麼管道 可以告訴我 聽不太懂保護學生權益 保護學生的權益 你們學什麼學生 反正就是 有一個老師做了一件很反目的事情 然後我在想說 就是有沒有辦法 可以改變這件事情這樣 然後 對啊 看你們有什麼管道 然後或者是如果沒有 知道這些資訊的話 可以推薦我什麼 比如說紙牌屋啊 或者甄嬛專之類的 就是全謀劇之類的 全謀劇之類的 全謀劇 全謀劇 什麼東西 全謀劇 然後 然後 啊對了 我今天去看了那個 就是日本的 欸 不是 是廣片 對啊 對 對 就是棒球 棒球電影 對對對 然後那個 國片就是 大家都知道很 很 就是很困難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 支持這部好電影 真的 我有哭喔 就是這樣子 好 可以結束了 聚文 聚文 欸 哥哥啊 換到影片啊 聚文啊 掌聲歡迎聚文 大家好 叫聚文 嗯 最佳位置 最佳位置 坐 坐 砍到聚他 直接擺一直掛 那 這三個關鍵字 我想是最適合用來介紹我自己的 那我平常喜歡寫作 可是我其實很少為自己而寫 可能是為朋友而寫 那 為別人而寫 為一些產品而寫 那再來是 關心 我從高中開始 我就很喜歡上上去觀測拍照 那也會跟一些朋友 帶一些高中生或小朋友到山上去做 星空的觀測 或者是 教他們怎麼用望遠鏡 然後去看星星 攝影之類的 再來是 殘修 嗯 這個是 是我 去年 我去年我 大概 將近兩個月我待在緬甸 那我在緬甸的 我在那邊走走 然後我在那邊的殘修中心 待了將近 快兩個月的時間吧 坐在那邊 我 現在在那邊走走 大概 出去五六天 然後我就到殘修中心去了 可是 我在殘修中心 我待了 兩個月 三十五天 然後 那你去年間幹嘛 我去年間幹嘛 你要多多逼人 沒有啦 沒有啦 我主要是 我一開始就知道我要去殘修中心 那就是先到那邊 然後走走晃晃 然後再過去 那 這對我來講是一件 在那邊 在那邊 對我來講是一個 人生中蠻重要的轉變 就是 一些心態上 就是 怎麼面對自己 接下來的 接下來的 任何的事情 OK 謝謝 謝謝大家 好有壓力喔 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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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認真 半夜長 剪報過來 大家好 洗澡水又來了 三個月又來了 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洗澡水有誰聽得懂 沒有齁 大家都好年輕喔 OK好 那個因為我待會還有九分鐘 所以我簡單說一下 就是 那個 就某一天晚上我突然覺得 嗯今天一定要來 而且我要報名九分鐘 因為我也非常的喜歡寫作 非常的喜歡上課 那今天下午才從 永和德檢書院回來 所以我每天過的日子都很跳痛 昨天晚上在石牌國小上那個 鹽礦與寶石出炭 又遇到一個超級厲害的老師 反正我就不曉得我這輩子還會遇到誰 那我覺得鄉土的底蘊 不好意思 因為我很容易把短話常說 所以連那個觀念字都寫得特別長 那整個 就是 嗯 過去同年在西羅的 正外的 鄉下 成長 我覺得那個帶給我 人生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勇氣 面對未來 那另外一個是 現代與傳統啊 其實我經常的會有點錯亂 就是時空錯亂 或者是那種 反正就有時候突然發現 不知道自己在哪裡的那種感覺 那第三個關鍵字 為什麼寫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因為可能在書院那邊 受那個王振華老師的影響 我會覺得說 其實我們中國人的東西 非常非常的棒 只是說我們如何去了解 那西方的東西也非常的好 畢竟我們小時候看到 嗯 開始學科學之後 其實帶給我們更多 不同的思維 那 總之等一下九分鐘還有更多的東西 謝謝 謝謝 錯了 就是 日本人的音 好 好 嗯 各位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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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姓 我姓曾 曾為庭的曾 然後建國的建 甘領的林 那我剛剛一來的時候 聽到維庭他唱歌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有毅力的人 然後很為自己堅持 這夢想堅持的人 那我希望他的他的所做的事情會很像 呃 有 天上的甘領 就是 滴在他這個這個樹苗上 那 那 感謝他的歌 那我自己我在時間大學讀社工 然後 我現在三年級 然後我現在目前在桃園生命線裡面工作 呃 上電 對對對 好像 好像等待要被電的感覺 所以我一直在下面等待 然後很緊張 什麼時候突然會到我 那 我自己很喜歡幫助別人 那 我 我學社工 是因為我想要從事精神領域方面的事情 就是有一次我在精神醫院工作的時候 有一次我在 呃 那個 醫院裡面吃飯 然後吃到一半的時候 你們才發生什麼事情 天花板掉下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不會砸到人 對 但是我發生的事情就是 我坐在一個病人旁邊吃飯 然後當我咬著咬著的時候 他就一巴掌撲過來了 所以我的飯就這樣噴了出去 所以我告訴我自己 我應該 要從事這方面才對 因為這讓我有興趣 就是我被打了 好 不是用武林寺 就是很簡單的介紹 我之前也去大陸交換學生過 所以挺好的 就是這樣 挺好的 我們可以互相學習 謝謝 我看妳 看妳 看妳 你 你 想不到我們有兩分鐘 有啊 你不是有抱缶嗎 沒關係 沒事 欸 我是一個共享經濟裡面的推廣者 就是他是在講你租代買的一個消費裡面 然後我有做一個批頒 因為自己講這個好像有點難講 所以等下九分鐘我有影片來講 然後小說家呢是 我很喜歡物理 然後物理學 愛因斯坦有做過決定論 然後我最近就差點走偶入魔 像金凱瑞有一個講驚悚劇的 叫做數字23 他覺得什麼事都已經決定好了 然後我就一直想 比方說我現在在這邊講這些話 是不是已經決定了 我遇到這些人 然後我來這邊是不是都已經決定好 那這是一個無止境的循環 但是之後呢 然後我的主管就帶我去看很多心靈醫生 然後 心靈醫生啊 然後生命線啊 什麼心理之障我都有去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回答我的任何問題 對 他說因為你這個是科學的問題 那他只是來跟我聊聊天 對 所以就 沒什麼效果 但是有一天我回去的時候 我就想到 欸 有一個實驗 可以做一個實驗來測試 你現在是不是在 自己有自己的意識來做這個決定 你講的話 是不是你的自有意識 然後我就把這個實驗寫成一個小說 對 然後 然後 我目前在 在台北那邊做公務員在台島 然後大概到 四 四月底就 就不在這邊了 就會回去了 那就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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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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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喔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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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那個... 聽不開 喔 對 掌聲歡迎 抱歉我幫他翻譯一下 你們好 我是龍仁 我的名字 我姓余 余天的余 第二個字 彩虹的虹 桃字頭的軒 我現在住在新莊 我現在住在新莊 我的工作是公務員 我是第二次來參加焦點的活動 我覺得有點緊張 為什麼會來參加呢 參加這個活動 因為 我想要 我想認識各式各樣的人 讓自己呢 開拓自己的視野 也可以認識各式各樣的人 我來參加是因為我對這邊好奇 然後 可以 認識各式各樣的人 可以開...比較開眼界 第三 我熱愛生活 我想可以 多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 不想要 因為自己是龍仁 就放棄參加活動 這樣 可以 很可惜的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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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叫他... 天秤 因為他的Facebook帳號叫王天秤 我不知道什麼 他很認真 他每次 他常常都會傳 那個Facebook的Metal訊息給我 就跟我聊一些事情 然後 我覺得他很認真 因為他前年的 我們聖誕節活動 他還自己抱著 一個分享 就是分享一些書 他如果想要做一些改變 我覺得是蠻感動的 所以那時候我跟他講 就是 就是 我幫他打電話聯絡 就是 旁邊這位小姐 不知道怎麼稱呼你 喔 慶忠 對 鄒小姐 就是因為是由 新北市那邊 好像新北市那邊的 機構就是 出處 勞人結尾 對對 就是出錢 然後我們要聯絡他們 然後我是覺得還蠻開心 就是他們真的讓 因為他是來參加公司 就是營利組織的活動 然後那個機構還是答應 我是覺得蠻感動的這樣子 所以就大家 實際上 聽平台還是 聽得出 應該還是多到聽得到 一些些啦 嗯 我就是 忍耐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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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可能講話大聲音 不清楚 對 可能 然後就是 然後或者是用洗衣跟他溝通 基本上他還蠻願意跟你聊 他是用Facebook的打字還蠻快的 沒搭 沒搭 還在當地 OK 好我們再用掌聲 那個 那龍秤 龍秤 龍秤有來嗎 龍秤沒來哈 逸琳 沒來 沒來 還是 欸 大家都不來是嗎 Jack你 他絕對有來 因為他很早要來 掌聲歡迎Jack 大家好 那 看小超覺得 對對對 我覺得兩分鐘有點不太夠啊 但九分鐘有點太長 所以我等一下會不時的看手機 然後 對也會講比較快 請大家多包容 那 我叫Jack Lee 然後本名是林志宏 這是我FB的名稱 然後也可以叫我阿宏 然後 我現在是福大支管 然後大一 對 親生 然後 我也是教練的志工 那 主要是學 現在在學教法和C程式語 然後 我現在主要在忙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學生會 那我現在是學生會公關部的儲備幹部 然後主要平常就是在拉贊助啊之類的 然後 我現在主要是環保社 第二件事情 是環保社 那 我知道今天林依有 對 所以很想認識他 你上次要FB沒有實際交易 有 我上次有加年 沒有自我介紹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們上 我們上次有邀那個張良一來演講 對 也是環保計的名字 這樣 我們現在新成立一個平台叫做TSSC 就是交流 學生交流 好 我忘了名稱 那TSSC 現在就是 主要是做那個普大交點 對 普大交點之前是學生會在做的 那現在就是換我們來做這樣 然後現在就是 主要就是 呃 呃 因為我之後想要做 你們知道那個 台大杜鑑娃街和 政大包裝茶店嗎 對 就是介紹洗手給高中生的 那 我想要做一個普大版本 對 然後我覺得我們TSSC 在訪問 那個 各信系學會長 這樣很棒 對 然後 還有狼獲的 對 快 快 最後一個很快喔 我參加很多其他娛樂性的社團 然後 有興趣 知道的 可以 呃 有交流這邊這樣 對 謝謝大家 謝謝 那個 Sam 這個 下一個重頭戲 大家好 我是Stephanie 其實我剛才很緊張 因為我剛才一直忘記 我三個是寫什麼 因為寫得有點窮 沒關係 然後 呃 新發現很 就是 因為我這一次也是 發現焦點在Facebook上 我就是很偶然 就是按個讚 然後我朋友就問我說 欸你按那個讚是什麼 我就說 我也不知道 因為剛剛有個人按個讚 我就按個讚 然後我們才發現焦點這個活動 然後第二個流浪是說 因為我現在 從事的工作是 呃 做紡織的機械 所以我常常會去一些 就是 做成衣的工廠 比如說什麼 印度啊 孟加拿 或者是越南 緬甸那些 就是很窮困的國家 然後去那會 會有一些體會 就是說我們現在 買了一件衣服啊 原來就是 他們這麼 低勞力 工作而來的一件衣服 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就是 能參加這個活動 希望可以 嗯 多認識一些新朋友 這樣跟大家交流 謝謝 謝謝 我幫你臨意識 大家好 今天兩分鐘 自我介紹我想要放一個影片 如果你看過 就再看一次 如果你沒看過 注意又沒看喔 我們請 快點快點 怎麼那麼慢 我剛剛講到的話 想說你可以快一點 好 那我就繼續自我介紹 欸 這不是我的名片 找一下我的名片 我是臨意 就是我的名片 如果大家對我的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歡迎來找我拿我的名片 對 你快點就點慢 喔 開始了 欸 怎麼還沒有上面 聽到我的名字 怎麼沒有連接 你們出過格喔 這樣OK嗎阿鳳 我們沒有這種服務好不好 好啦 欸 出來了出來了 那個不鬧不鬧 這是我自己拍的影片 是我就是人生第一步做的影片 以前就提到影片 我大學的時候 就常常丟給別人 但是後來我覺得就是 真的要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去付出一些代價的 所以我就花了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拍了這支影片 真的一個月 然後有一些場景 像是還在 我是念石島 還在我學校的圖書館 然後我就是早上八點 開門衝進去拍 拍完離開 我就嚇到任何管理之類的 就是跟等等的 可以開始了嗎 可以開始了嗎 我們現在幫我們加上音樂 我們現在幫我們加上音樂 幫我們加上音樂 幫我們加上音樂 嗯 大家好 我是靈異 聽到我的名字 你可能會想到靈異實踐 或者又可以想到靈異實踐 靈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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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要講的 不是靈異實踐 也不是靈異實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靈異實踐 一個怎樣的人 讓我們一起看下去 我要去抓蝴蝶了 要來拍照吧 看 每次拍照都類似的 吃蠻要剝開 看我的 為了我的身體健康 我全力以負 出來了 靈異英雄 是靈異 太精靈了吧 又是靈異 如果等一下我翻開這本雜誌 馬上就出現靈異 就出現脆狂 馬上對我進行脆狂 我們之吻好不好 出現在又是靈異 哪一家 演講好厲害 我講難以後也要到處去演講 誰 誰? 兩位 南蔥啊 你以為喔? 我一定要去演講 這就是你你 謝謝你 掰掰 我承認我超時 這多了多了30秒 那請大家等一下看看我有9分鐘自我演唱 謝謝 他是最後一個啦 對 好有沒有 雖然有個朋友蠻特別 我覺得我蠻想讓他做自我演唱的 Eric在哪裡 Eric 他走了嗎 Eric 我覺得他超特別 你要講一下你為什麼來的地方 大家非常非常緊張 快一點不要再掃出來 掌聲歡迎Eric 我已經久了兩分鐘而已 我也沒什麼好講 你就是講為什麼你今天會來這邊 對啊 今天就是自認真的 在看法的時候啊 就是遇到群人 然後他們就在聊 謝謝 有關創業的問題這樣 然後我覺得他們有興趣的時候 我就問他們就說 欸你們今天晚上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討論的地方在哪裡 你知道嗎 不會來的啊 然後他們就 就跟我講個地方 他早上吃摩斯坦堡的時候 聽到隔壁也在聊聊天 拍手啊 拍手啊 換換換你叫自己 其實我叫Eric 然後就是我之前也是在那個 越南上班上了一年 然後我最近就是想要做一些有關貿易的東西 因為我在越南是其實蠻多人的 有些是韓國人日本人 或是烏克蘭 或是蘇聯人都有 可是我有這些資源 可是我卻不知道我要賣什麼東西 或是 有什麼東西可以賣進來這樣 所以就是 很想就是 創業是要怎麼搞的 對 那謝謝大家 非常害羞 我大概還有兩三個朋友可以給 有沒有人 沒有自我介紹到 可以舉手 就自我介紹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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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馬來西亞來的朋友 躍躍躍躍躍躍 大家好 我名字叫 詩長嶺 西式的詩長 就是常禮貌的嶺 其實我這次來台灣是辦事情的 然後 是 因為 影秀啊他是讀台大的 然後 是他叫我過來 因為我最近 這一年是很忙很忙 從去年忙到現在 因為我在籌備我自己的專輯 全自製的專輯 然後我是專門拿過來台灣的公司的 就是去拜訪每一家台灣公司 然後 我在創造我自己的娛樂公司 然後就是要把我自己的音樂 所以還有很多創作人的音樂 帶上一個國際的平台吧 你想要搞笑藝人 然後 就是 這一年裡面有幫一些國際組織 就是 Lair of Light 還有一個是國際平台組織 幫他們寫主題曲 那有興趣寫歌的朋友 或者是想要創作的朋友 你們都可以找我 好 謝謝 謝謝 還有嗎 好 瑪莉要搶到快 現在最後兩個名的阿 說 手太慢就來得及了 掌聲歡迎 謝謝 好 我現在雲台上來了 我叫林晨宇 晨宇 落雁的晨宇 OK 然後講一下 我最近要做的事情 就是辦比賽 講座 Kathy要請你嗎 可以 就是我要辦 時常校園講座 都講有關公益那塊的事情 然後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介紹 可能學生會的人給我 或者是戲學會的人 然後另外我會辦 攝影整文比賽 還有網頁設計比賽 然後其實我很煩惱 就是參賽者問題 就是辦了 可是就是去年 其實成效沒有很好 所以今年就是交給我 然後另外我們後 最後面有一個公益青年比賽的部分 然後這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我們那時候是想推大學生做公益 然後去年其實我們辦的還不錯 所以我們有一些大學生 他們就是主動 就是大家可能捐款 然後我們是捐書 然後捐給節目 然後我們是補賽的小朋友 然後主要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介紹 學生會 系學會的人給我 好 以上 謝謝 哈囉 俊良 雜聲歡迎俊良 大家好 我叫俊良 那大家可以叫我劉乃 我自己本身畢業於心理系 那我跟大家分享我當兵的經驗 我當兵的經驗是當心理輔導師 對 大家都知道心理輔導師的工作呢 其實我當兵這一年的工作就是在 因為我在新訓單位 在關西營區 那每天的工作就是新兵進來以後 然後第一天看一下觀察一下 有哪些有狀況有問題的人 然後他們自己覺得自己有狀況有問題的人 就會來找我 然後就帶他們去看醫生 去804龍潭的精神科醫院 所以我在當兵的十一個月 大概有三個多月都在外面 然後我在精神科醫院住了一個多月 就是陪他們住 然後後來我接到國防部 就是快退伍的時候 就叫國防部心服官的電話 因為我這一年驗退了二十一個人 對 就是 所以後來我覺得蠻幸運的是 大家可能很多人在大學念完 自己未來的工作 maybe跟自己念的科系是不相關的 可是我後來找到一個工作 我的工作是在有點像是企業裡面的諮商中心 我們做的是EAP員工協助方案 比如說 今天你的同事突然他拿著 人工到在辦公室揮舞 這時候你該怎麼處理 對 有可能 那我們專門就是類似處理像這種案件 對 就是如果大家對於這個領域 有一些好奇跟疑問的話 待會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後因為焦點有說 每個人可以帶兩個不同認識的朋友來 那我覺得 這麼好的活動只有兩個怎麼夠 所以我今天大概帶了八個朋友 八個方好彼此都不認識 對 那我也希望可以大家支持這個活動 謝謝大家 最後一位 那邊 那邊比較快 不好意思啊羅康偉 那我大學是好朋友 可是他還是沒有 不好意思 好那大家好 我是何以秀 大家可以叫我秀秀 那我是台大新移所做三 然後算畢業了 然後先來找工作 然後明天台大其實有一個珍財博覽會 所以需要找工作的 明天也可以到台大去 對 那我現在其實有一個微笑計畫 就是我希望把笑這個東西帶給大家 也就是其實我之後可能下禮拜或下下禮拜吧 我會到捷運的 就每個捷運站 然後可能會有一個牌子 現在請一個妹妹在製作這樣子 然後就是希望把這樣的一個微笑 就是傳達給大家 然後可能就會拍照 我傳上F1就會有一些就是那種Fans page這樣子 所以如果之後大家在捷運上看到我 不要覺得很奇怪 對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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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的